阿春是一位新婚不久的人妻太太 可在导演的安排下 阿春的生活却一点都不幸福 每天都在丈夫阿俊的拒绝下 寂寞度日 就此 阿春就来到附近的咖啡店兼职 希望寻找一些生活中的刺激 可每天忙忙碌碌的 日子却一成不变 但平凡的生活中 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契机和变数 这天一早 咖啡店招聘了一位新人小王 店长也让阿春可以多多帮助小王 尽快熟悉店里的事物 看着小王好学的样子 阿春心里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了 渐渐的 阿春每天在咖啡屋的时候 心情都非常愉悦 因为小王的求知欲非常强 无时不刻的都会向阿春 请教各种问题 阿春每一次都会尽心尽力 把自己知道的工作经验 都传授给小王 这天深夜 店长非常不好意思的 拜托阿春以后 开始都要加夜班 阿春听后 非常高兴 欣然地答应了 小王健壮 为了不让阿春独自辛苦 也表示愿意 陪阿春一起加班 就这样 每天深夜的咖啡屋里 总是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hink